你以前在一个pacast有讲到 就是说习近平治下中国 他在经济上朝南韩发展 但是在政治上 他是朝北韩前进 那这样子一个方式 他有办法变吗 经济向南韩 政治向北韩 这是不可持续的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面临的选择 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你或者是把经济也变成北韩 或者是把政治变成南韩 香港的这个法治 和国际化这个基础 我觉得在反送中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受了很大的伤害了 上海真的有办法取代 这个香港的角色吗 上海唯一能够取代香港的话呢 要把香港变成上海 上海才能取代 上海并没有改善 它的这个金融的体制 而是香港在金融体制方面 被布了 接近了这个上海 但这个取代 是不是一个很光荣的取代